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湾区 首先 让您看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FBI短信门 主角公开听证 国会激烈过招 湾区保守团体支持总统大法官提名 加州大学秋季新生录取创新高 谴责中共欺骗伎俩 议员支持川普加征关税 美国总的川普及夫人梅来尼亚 周四下午抵达英国 展开上任以来对英国的首次访问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为川普夫妇举行欢迎仪式 周四下午两点 川普夫妇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伦敦后 随即改成直升机前往 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官邸 温菲尔德庄园 由于川普当晚下榻在温菲尔德庄园 因此英国警方已提前竖起围栏 加强温菲尔德庄园附近的安保工作 烧市安顿之后 川普夫妇离开美国大使官邸 身穿礼服前往著名的布伦海姆宫 参加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专程准备的欢迎晚宴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则与先生一起 早早等候在布伦海姆宫门口 迎接川普夫妇的到来 英国皇家卫队 以军乐表演展开了欢迎仪式 一同等待迎接的 还有众多英国各行业商界领袖 周五川普将与特雷沙梅 举行工作会议 重点探讨贸易及安全问题 中东局势及英国脱欧 也是双方关注的议题 周五下午 川普将前往温莎城堡 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共享下午茶 随后川普会启程 赶往苏格兰度过周末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周四闭幕 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兑现军费开支 占各国GDP2%的承诺 川普总统也重申对北约的承诺 据报道 北约目前只有五个成员国将GDP的2%用于国防开支 川普一再强调 所有成员国必须履行承诺 增加军费 北约秘书长对川普的努力表示感谢 他指出川普的呼吁已经得到其他国家响应 让北约更强大 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 德国的国防经费仅为其GDP的1.25% 远低于美国的3.3% 总理默克表示为了因应新的国际安全局势 必须加强防御力量 德国同意为此做出更多贡献 峰会结束后被冤盟国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 确认各国国防预算支出将在2024年达到GDP的2% 新唐人记者曹经综合报道 周四FBI的短信门主角彼得·史卓克 在国会上公开听证 与现场的共和党参议员激烈交方 对于赵迪提出的在启动通俄门调查前 FBI面谈过多少人的问题 史卓克拒绝回答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古德拉特批评史卓克 不遵守国会传票的要求 而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纳德勒则为其辩护 让现场一度处于僵着 与6月27日的首次闭门听证相似 这次的公开听证 史卓克依然对很多问题没有做出回答 并始终否认自己存在政治偏见 之前曝光出的史卓克与其同事 婚外情人FBI前律师佩吉的短信通讯中 佩吉问史卓克说 川普永远不会成为总统对吧 史卓克回复说 对 他成不了 我们会阻止他 在短信曝光后 史卓克就被特别检察官穆勒 开除出了调查组 不再参与通俄门调查 而FBI前律师佩吉在此前始终拒绝接受问讯 并忽视国会传票 不过古德拉特尽早透露 他已经同意在本周五接受非公开面谈 新唐人记者李澜 纽约报道 日前总统川普提名华盛顿DC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卡瓦诺 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对此提名保守派的团体 太平洋法律协会表示支持 看好他能够顺利地通过参议院的听证 在最高法院加强保守的意识形态 太平洋法律协会温居会长李少敏表示 川普再次获得机会任命保守派的大法官 渴望让保守派阵营更为稳固 美国司法与民众生活也渴望向回归传统迈进一大步 在过往这么多年保守派的法官略占下风 因为很多保守派任命的法官 变成了自由派或者摇摆派 所以目前来说 在摇摆派的大法官金乃迪退出之后 如果有五位的保守派大法官进入 包括新任这位 将会是空前的一个保守派控制局面的情况 这个是对于不但保守派 就反而华人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好的消息 李少敏指出过去十几年来 最高法院在言论自由 购买枪支 堕胎 同性恋等议题上 做出许多违反美国传统价值的裁决 如果Kavanaugh能进入最高法院 保守派大法官将占多数 渴望遏制这一局面 李少敏表示 保守派的立场与华人重视家庭传统 注重道德的理念一致 呼吁华人社区支持川普总统的决定 新唐记者谷新月 旧金山采访报道 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 加州大学2008年秋季学期的录取的新生数量 达到13.7万人 再创新高 其中来自社区大学的转校生数量显著增多 按足以来看 亚裔学生仍然是最大的群体 今年加州大学9个校区总共接收了13.7万人 其中加州本地的学生为95654人 比去年增加了近3000名 创造了新的招生记录 获得加大录取的学生当中 以压抑学生人数最多 录取率为36% 其次为西语役 录取率为33% 白人占22% 飞翼占5% 与此同时 由社区大学转校录取的学生也显著增多 达到了24568人 资料显示 今年加大转学录取的学生人数 最多的足役为西语役 占32% 其次为白人占31% 亚裔占27% 加大增加转校生的录取的数量 是在州长的推动下进行的 他认为 此籍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学生 以更便宜的方式完成学业 新唐记者林秀人综合报道 在旧金山 房价20多年以来迅速的飙涨 拍在全美前列 新任市长布里德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高房价令他负担不起 从小到大都是租房住 从小在公屋长大 长期担任公职的布里德 在就职典礼上坦言 旧金山的可负担住房供应不足 加上高涨的房价 这使越来越多的家庭买不起房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资料 过去十年 湾区拥有房产的家庭减少了3万多 减幅为10% 同时租房的家庭却增加了5万7 涨幅为33% 房地产数据显示 湾区的房价已经连续6年上涨 中位数达到85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3%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经济的高速发展 特别是高科技行业的进驻 大量新居民涌入 供需失衡的局面 造成房价不断攀升 超过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 新唐记者林销然综合报道 根据硅谷商业杂志11号报道 在硅谷几十家科技公司当中 员工的中间薪金脸书最高 为24万0430元 谷歌其次 推特以及Salesforce 近随其后 据硅谷商业杂志报道 硅谷科技公司的中间薪金中 脸书最高 为24万0430美元 其次是Google 为19万7274美元 推特为16万1860美元 Salesforce中间薪金为15万5284元 Ebay为12万2891元 英特尔为10万2100元 Pable为70228元 特斯拉为54,816元 所谓的中间薪金 是指一家公司之内 一半员工的薪金超过中间薪金 而另一半员工的薪金 则低于中间薪金 但不少科技公司的中间薪金 明显不足以负担 硅谷和旧金山的高房租 所谓负担不起 是以租金所占收入比例 不超过30%来计算 旧金山今年第二季单卧房月租 要3520元 因此特斯拉的员工会难以负担 加州房地产经济协会公布的资料显示 年收入33万元以上的家庭 才能负担得起 在旧金山购买中间价的房子 今年第二季 旧金山的中间房价是162万美元 新潭记者景亚兰综合报道 谴责中共欺骗伎俩 议员支持川普加征关税 针对中国掠夺性的投资与贸易战略 美国国会周三举办听证 研讨对策 中家指出 不使用关税的手段 很难令中共 改变其不公平做法 美国国会周三举办 在一场听证会 针对中共掠夺性的投资 和贸易战略 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 及一带一路计划 研究因应策略 专家建议国会 给予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更多资源和权限 加强对敏感科技的投资审查 同时专家认为 美国如不使用关税 或其他惩罚性措施 将很难令中共 改变其不公平做法 日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宣布将对价值 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10%关税 专家认为 在这场贸易争端中 中共没有任何优势 对于川普总统采取果断措施 惩罚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国会议员表示支持 对他们询作,中国特别極贸易 이다在聚恩的人 M要看待 없는公司 川普总继之中 对香港特贸易 和 ordin代公司 Cont Host Rum 川普总继 acconen 仁司 新唐人記者 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週四 在香港本年度立法會的最後一次達問大會上 面對樓價的上漲 住屋問題的嚴重 有議員要求減少單承證配額 以亞裔房價 目前香港正進行土地大辯論 在立法會行政長官達問會上 多名議員皆關注土地供應和建屋問題 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議員建議政府 將土地供應及人口政策掛鉤 因為大陸單承證每年增加4萬7千人口 要求減少大陸單承證配額 特首林鄭月娥指 人口和房屋政策不可相提並論 但會不斷檢討樓市措施 另外 有建設派議員則建議參考大陸做法 直准香港永久居民買樓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醜聞纏身 紐約市前主記帳計劃再選遭到抵制 醜聞纏身的紐約市前主記帳劉淳毅 近日開始徵集選民連署計劃再次參選 挑戰現任參議員艾維勒受到抵制 醜聞纏身的紐約市前主記帳劉淳毅 據稱受到社會主義民主黨人奧卡西奧科特茲 戰勝老牌民主黨議員克勞利的選情啟發 近日開始徵集選民連署 企圖再次登上9月黨內初選的選票 挑戰現任紐約州11選區的參議員艾維勒 消息傳出迅速引發華人社區的熱議和抵制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 為什麼不要投票支持劉淳毅 這樣的討論不斷湧現 一方面 劉淳毅被指曾為爭取更多選票 支持特殊高中改革 影響眾多華裔子弟的求學 令眾多華人大為不滿 一位選民說 他曾經是劉淳毅的堅定支持者 現在堅決抵制他 他說 劉淳毅為了得到非裔和拉丁裔的票 不願意出來幫華人發出正義聲音 他的當選對華人不是好事 對美國是災難 並說 劉淳毅所屬政黨 正帶領美國走向大麻 男女同策 同心戀等等 大行其道的墮落之路 而艾維勒所屬的獨立民主黨 則長和共和黨合作提案 政見更趨於傳統保守 符合華人傳統價值觀 由於華人學區群組的成員呼籲 繼續投票給支持特殊高中考試的艾維勒連任 另一方面劉淳毅競選醜聞不斷的同時 還有獨立媒體不斷揭露其中共紅色代言人的形象與行為 2008年中共在造謠污蔑法輪功學員 阻撓汶川救災的法拉盛事件中 發動民眾圍攻法輪功學員 時任法拉盛地區事議員的劉淳毅 親共區別對待信仰團體的表現 昭然若見 是法輪功學員 朱蒂成在法拉盛街頭上散發傳單的時候 就比重工的暴徒威脅的毆打 被打得很嚴重 那麼朱蒂成心中有這個冤曲 他就要把這個事情就要講出來 所以當時有個最好的對象是誰呢 就找劉淳毅 因為劉淳毅他是來自台灣 他們都是台灣人 而且劉淳毅當時是紐約市的議員 那麼找他講是天經地義的 所以就去找了他 找了他以後 劉淳毅聽說他是法輪功學員 當場就給拒絕了 這個事情我是不會管的 你也不要到我這來 就給他拒絕了 那麼在他拒絕的同時 劉淳毅卻接納了一批 就是借頭的歹徒 這些歹徒其實包括 有被紐約市警察局逮捕的 這麼一些壞人 大概有五六個人 他把這幾個人給召集起來 事件後越來越多反感中共政治腐敗 和海外滲透的華人 更看清劉淳毅的真實為人 2014年劉淳毅就曾企圖一種 文纏身的形象 挑戰艾薇勒最終落敗 若此次劉淳毅連署簽名過關 將登上選票在今年9月 再度與艾薇勒黨內競爭 我也希望廣大的華裔民眾 能夠認清劉淳毅的本質 大家齊心協力阻止他參選 新唐人電視紐約報導 灣區周末好去處 第二屆灣區夜市東灣登場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 本週的灣區周末好去處 南灣洛斯阿圖的藝術與葡萄酒節 在7月第二個週末舉辦 來自十多個州的藝術家和手工一家 展示自己的作品 還有當地酒廠精選的葡萄酒 並有中式、美式、泰式等各色美食 東灣尼瓦克的灣區夜市 除了各式街頭美食 還有其他夜市活動 沒有的遊戲區和雷射戰場Lazertag 吃飽了玩 玩累了 坐下來換個口味再吃 你能挺住幾個回合呢 舊金山Stand Grove音樂節活動 由一系列在週日舉辦的免費音樂會組成 除了免費音樂會 還有其他有趣的娛樂活動 比如古典音樂交流 藝術工作坊等 舊金山海灣水上遊行 將有100多名參加者 以游泳、皮花艇、戰力士滑舶船和帆船的形式 組織一次水上遊行 活動還會在AT&T球場步行碼頭上 舉行完結慶祝 舊金山Renegade Craft手工作品展 匯集了各種現代設計 包括珠寶、首飾、藝術品、服裝、陶瓷、插圖、文具、家居裝飾、催具等 想給家裡物色的新東西不妨來看一看 新台人記者余偉綜合報導 7月12號洛杉磯台北禁聞處為獲得臺灣獎學金的學生舉行頒獎電禮 今年有29名學生獲得此項獎學金 駐洛杉磯辦事處處長朱文祥到場致辭 勉勵獲獎人並頒發獎學金證書 傳統的正體制啊 目前是由臺灣在繼續傳承的這個歷史文化 那我剛剛勉勵他們就是說 你去那邊除了說、聽之外 還要學習能夠寫 當你能夠寫的時候 你就能夠掌握這個文字之美 跟它文化的精髓 去年的臺灣獎學金獲獎人 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一年級的歐海美 也分享了他的體會 我從高中的時候我就開始學中文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說英文、西班牙語、中文 你可以跟多數的細節可以講英語話 可以做聲音、可以好好的聊天 就是在說我的專業 我現在念就是外交 所以我希望就是為了我可以當外交官 此項獎學金吸引了包括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 加州中立大學等學校學生提出申請 新唐人記者楊洋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收看今日溫區新聞 再見 中文靖 中文靜洛杉磯採訪報導 中文靜洛杉磯採訪yw 中文靜洛杉磯採訪 vowel 自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